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澳洲200指数也是创出短期的一个历史新高 目前报价是6922点 那么美国方面的股票指数纷纷依旧是上涨0.7%到1%左右 黄金因此是受到了股市上涨的消息影响 目前是下跌0.7% 报价1548美金 石油价格下跌1.68% 目前报价在58美金附近 澳元兑美元依旧是在0.69附近徘徊 属于区间震荡 那么昨天呢 我们也是跟很多的投资者进行了一系列的交流 那么在2020年呢 我们是第一批80后进入了40岁 那么40岁的男人呢 是一个担当的年纪 我们也有很多40岁左右的一个客户群体 那么在他们看来呢 40岁呢 其实承受了很多的一些压力 或者是来自于世界社会和家庭 各种一些其他的因素 那么对于我们2020年来讲的话 其实大家认为呢 这一年不是那么的好过 一个是在经济层面上 我们受到了来自于过去 总体上在今年释放出来的一些债务上的压力和股票市场上的压力 那么股票市场目前在海外来讲的话 大家认为是一个比较虚高的一个程度 尤其是美国股票指数呢 在现在已经创出了连续的历史新高 目前市盈率PE呢 是在27倍左右 已经达到了过去进入危机期间比较高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07年08年的时候呢 那个时候美国的PE指数呢 也是在30倍左右 目前呢 已经是距离这个位置非常近 那么在过去呢 我们做投资都比较简单啊 因为那个时候呢 社会上的资金量不是那么多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会发现资金呢 基本上都是涌到了一个地方去 哪个地方赚钱 哪个行业赚钱 哪个市场赚钱 基本上呢 所有的钱 一窝蜂都过去了 所以呢 在今年呢 我们不仅要赚钱 更要考虑的是风险 因为一旦热钱撤出 速度非常快 那么我们呢 一定要谨慎投资 2020年呢 我们也拿到了很多投行的报告 包括中国银行 摩根斯丹利 花旗等等 那么在这些投行里面呢 我们今年比较看重的是中国银行的一些推荐 原因很简单 对于海外的机构来讲 大家作为分析团队 那么对一个策略啊 推荐失败了 没有关系 还有新的机会 但是对于中国的团队来讲 那么在中国银行 或者是其他的四大行 或者是国家开发银行 做一些推荐报告 研究报告 那么错误了 连续错了几次啊 基本上它的这个职位就比较危险了 所以说从风险的角度来讲 研发团队或者是分析团队和我们普通投资者承担的风险是共同的 那么海外投行机构呢 是不承担连带的这个风险 所以我们更倾向于今年呢 我们参考一下中国银行的一些投资策略 那么在金融市场方面 今年中国银行给出的推荐呢 主要还是在我们大家共识的两大方面 一个呢 是权益类的股票投资 第二方面呢 就是黄金类的投资 那么在外汇方面呢 着重推荐了英镑看涨 人民币看涨 欧元呢 是谨慎看涨 家园日元属于标配 那么对于我们持有的澳币来讲的话 目前给出的是比较偏向保守 位于区间震荡 今年很难以有大的表现 对于我们在澳洲生活的华人来讲 这个呢 也是情有情理之中 因为我们都知道澳洲目前的经济呢 是处在恢复 但是呢 在发达国家水平里面 我们恢复的是比较偏厚的 那么除此之外呢 在投资领域 去年我有一个比较不错的心得 可以分享给大家 就是我们呢 平时可以多看 少动 看看报纸 喝喝茶水 但是呢 一旦当大的机遇 确定性的机遇来临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抓住这种机会 比方说前几天 伊朗问题 那么导致了石油 黄金价格大涨 股市开始下跌 那么这些信息呢 我们以后应该抓住的更精准 那么更果断的去做适当的投资 除此之外呢 在长线来讲的话 我们回过头看十年之前的世界发展 那么十年之前呢 苹果刚刚出现了iPhone4 刚刚出现了第一代的iPad 那么到了今天科技发展到了 目前的一个状况 依旧我们要强调的是 新的科技一定要产生 不然的话 原有的生产力已经释放殆尽 原有的消费力已经基本上结束了 现在呢 大家不会再去追求 更多的iPhone的新的产品 因为大家基本上已经有了 一台iPhoneX 一台iPhone11 基本上可以用两到三年 那么在此期间呢 我们更迭的速度会变慢 而手机的研发呢 到了目前有几大瓶颈 始终是无法克服 一个是电池 第二个呢就是屏幕 那么如果没有新的革命性的一些科技研发 在我们的生活中 得到具体的商业化的应用 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 我们百姓的一些支出 就处于不必要的支出 比方说我们买衣服 换衣服 那么基本上都属于不是非 不是必须的一个支出 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推动的经济作用 就是比较有效果 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经济不好的时候 我们的消费力就会适当的降低 所以呢我们要拭目以待 在今年是否能够在科技行业 包括是IT 医药 生物等领域 是否能够出现一个爆发点 那么这个爆发点会引发 大家革命性的一个消费 推动性的 那么这个推动性会让全世界 每一位人参与进来 像当年的苹果 那么大家最后都是希望 能够持有一台苹果的手机 或者苹果的电子产品 在股票方面呢 我们就给大家提示这么多的信息 大家要关注的就是消费力 和消费的群体 是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那么外汇方面刚刚也给大家提到了 几大投资的一些理念 和一些大的方向 那么黄金和原油这个市场呢 黄金依旧是长期看涨 石油方面呢 依旧是可以逢低买涨 那么在2020年 也希望大家能够投资顺利 获得自己所要期望的那一份收益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大家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